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要分别介绍一下我们从小提琴开始 小提琴黄宽伟老师 还有刘怡秀老师 还有中提琴也就是我们的团长林宽林老师 还有大提琴全俊文老师 我们音乐家对于咖啡 其实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执着 但其实也不是真的执着 当然也是有人不喝咖啡 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 我们包含我 我们五位应该都是 咖啡重度上瘾者 真的真的真的 重度上瘾者 很嫩 就是从以前是喝比较吉隆咖啡 然后后来差不多喝拿铁 然后进阶到喝比较浓一点美式或者是浓缩 那现在有点重度就是 如果是浓缩的话可以早中晚喝一杯 这太惊人了吧 那你平常不会跳很快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的体质 就好像有的人喝酒不行 然后有的人喝咖啡可以 或者是喝茶等等的 我觉得那是一种心灵的补给 我发现在工作很忙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手上有拿一杯 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跟 就是比如说小baby要吃奶子一样的一种 那是一种自我安慰的一个感受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很空闲很放松的时候 我也想要喝一杯 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 刚刚宣宏说的就是 我不晓得音乐家的音乐人的 对咖啡的执着 还是只是一种深度的 需要自我疗愈的一个方式 我的话我的咖啡喝的 就是很功能性的 早上一定要一杯 那才会醒来这样 那但是我完全可以了解 俊文讲的那个疗愈感 我觉得是因为生活很繁忙嘛 那我觉得一个咖啡就是好像 我真的静下来弄了一杯咖啡 然后我即使喝个一两口 那是一个时刻就是好像 我跟自己有点 就是又连接在一起 好那当然身边手边什么事情 再去忙那就再去忙 所以好像是心灵上需要 这个一点点暂停的时间 然后静下来的时间 然后就会觉得 咖啡是此时此刻最 最适合的一个 一个陪伴这样子 所以对我来说是这样 我很好奇耶 像比如说你们在演奏的时候啊 可以配咖啡吗 我演出前倒是不喝 我演出前 如果七点半的音乐会 我四点以后 最多拿铁 像像演出前其实我们会有点 呃不能说焦虑 但是就是你会知道 你要 要准备或什么 我就也会要喝 所以我有时候会就是 不会自己泡 我会自己泡 然后带那个保温瓶 我觉得就像一秀说 我觉得那是一种自我安静的一个际狂这样子 我觉得咖啡真的是会带给人无比的快乐啦 不论是仪式感上面啊 或是这个Chemical 这个人的生理上面 那喝咖啡其实都会让我想到你就是很悠哉的 就是坐在公园或是河畔旁边 我觉得很奇怪 有些人他们上台之前反而要喝咖啡 他们才觉得有暗地 就是他们才觉得心可以平静下来 这让我觉得非常的非一所思 我觉得对我这个我也不太行耶 因为像我自己是 我只能在早上喝一杯咖啡 然后会非常有用 就是有喝跟没有喝身体的感觉会非常不一样 就是真的那个咖啡会让你瞬间醒过来 可是我就不敢再上台前 或者是中午过后再继续喝咖啡 因为真的会一直让你醒过来 整个身体就是那个咖啡因 可能身体对咖啡因就会很敏感 我觉得这样我其实很羡慕耶 因为我咖啡对来的时候完全没效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可能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 我想说就是能不喝 我现在就变成能不喝就尽量不喝 然后在我真的需要沉浸下来 在工作上的时候 我才去泡那一杯咖啡 然后就是可能像说我有时候会是在晚上 可能吃完晚饭后 然后我就开始在摸啊 然后煮咖啡 然后煮完之后呢喝 我常常会喝到一半然后就睡着了 就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想说我是想要沉浸下来 但是我同时间我还是要工作 可是没有 我喝完之后就睡着了 然后就那天晚上就白费了 我觉得这也很厉害就是身体 就是对那个咖啡因就完全没有感觉 但是这样你就真的是可以去享受那个咖啡 带给你的你想要的那个仪式感 或者是放松 但是像我这样对咖啡因很很敏感的人 就是他咖啡就真的是很功能性的饮料 就是只是为了让身体醒过来 因为他都一点都没办法让你放松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 现在的人都有睡眠的问题嘛 如果说你去身心科 结果他开给你的 是咖啡的话 会不会变成其实你喝到咖啡就会 就其实就好放松哦 反而是就是一种 我觉得就像我说我以前有喝 比较不太敢喝这么多咖啡因的时候 会喝拿铁 然后甚至还加糖 我还记得我还被就是被一个老 其实以前乐团有一个老外他就说 你为什么喝拿铁还有加糖 他就觉得我很奇怪 不同的年纪对于那个味觉的灵敏度 我觉得会比较就会觉得咖啡好苦好苦 对那但是我觉得可能慢慢随着年纪增长 你会发现就是你知道 人生就是有苦有感 不是是人生很苦 所以咖啡早就都不苦了 哦对 人生太苦了 那可是刚刚好像提到就是 舒缓的感觉 我觉得在在喝 比如说加牛奶就是所谓拿铁 或是打奶泡的时候 我觉得牛奶加咖啡里面 它会真的会让你身体感觉比较有 就是舒缓的作用 我觉得加牛奶跟不加牛奶 它的就是个性是很不一样的 咖啡这种很像就是一种 仪式 然后呢 我觉得尤其是 可能也是一种连结吧 就是我们也是很习惯 可能去咖啡厅工作啊什么的 然后就咖啡会播一些那种 很平静的音乐嘛 然后再配一点咖啡就觉得 哇今天真的是舒服这样 所以我们要不要来一点咖啡配一点音乐 我们 好来 好啊 我们今天要带来的 那要配什么音乐呢 古典乐其实是百搭啦 因为我觉得古典乐它本身的 那个调性其实是很 我觉得它是很多变的 然后再加上不同的咖啡配上不同的曲子 或者不同种类的咖啡的味道 还有有加奶不加奶加比较多 那这种感觉上都会不太一样 那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曲子 那这首曲子是来自于莫扎特的低大调的细游曲 那这首曲子呢 其实一般来说就是用在 那个当时候用在一些宴会啊 party啊 宫廷啊 什么这种比较是大场合 大家聚会的一种音乐 所以我觉得也很适合 每天早上可能听这样的音乐 然后让自己的精神跟 然后更轻快 更正向 然后配一点咖啡迎接新的一天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由四位老师 由南一乐记带来的这首 莫扎特低大调戏游曲的第三乐章几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